有一个老婆 她很爱打扮 有一天呢 冲着她老公说 老公啊 你看我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好看吗 你看老公没讲话 你夸夸我呀 老公在结婚之前天天夸她的 现在呢 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了 老公不想夸她 老公呢 正好这天呢 单位里也有点烦的事情 心里不高兴 看看她 一句话也不讲 老婆有点生气了 以前你整天夸我的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复言几句也好啊 你怎么现在连复言几句都不可以了 这老公啊 非常随缘地说 随你怎么想吧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 现在根本不配跟仙女讲话 你看看 矛盾解决了吧 人生有的时候 一句话就改变了气场了 本来要吵起来了 一句话 一个句话 一个意思一转变 所以人要懂得怎么来转化矛盾 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现在有的人就喜欢激化矛盾 人生的缺陷 就是拿自己去跟别人相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不必拿自己的优点 去比别人的缺点 也不要拿别人的优点 来比自己的缺点 一个会产生自卑 一个会产生功高我慢 所以不要拿别人的优点 比和缺点 比这样 你就会每一天 不会迷失自己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看别人 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痛苦万分 有的人看见别人中六合彩了 就痛苦了 有的人看见 人家有钱买得起了 自己买不起 你跟财富比了 你又会难过 而且会使你堕落 人的烦恼担心痛苦 其实是自我内心的一种评判 人的天职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好好的把你自己做好吧 所以做人首先要做自己 你要认清自己 你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几斤几两 你怎么能够帮助自己 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 所以要拥有自己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佛法界的自度度人 你真的要来 那根本善认识 那天 我真联系